你現在所看到的這個City 是海德堡 德國的海德堡 它是因為這座城堡 海德堡 所命名的 這座城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受到的傷害比較少 所以保持得很完整 你去看到 畫面中間的這些白黃紙 是曾經二次世界大戰 蒙金攻打到這裡的時候 麥克阿瑟將軍曾經住過的地方 這個整個城市 非常美的地方 我站在拍攝的是對面的山坡上 在這個山坡上 就有許多的詩人跟哲學家 在這裡寫詩 或是印譯出他們的哲學思想 有很多哲學家 也都在海德堡這裡待過 曾經海德堡這裡 也拍過有很多 很美的電影 譬如說 《學生王子》這部電影 就曾經在海德堡這裡拍攝過的 這是它延伸 另外City的另外一邊 海德堡這裡 人口大概有30萬人 也因海德堡大學也蠻出名的 所以整個城市 是等於說是一個大學城的 剛剛拍了幾次沒成功 現在已停了 就拍得比較成功了 畫面也比較清晰 中文字幕提供 的人民意 從中文字幕提供 給他答案 這是一個小石的